所以Mark King 觉得这枝东西 其实大家印象中看到美国大兵冲进去CQP也好 整个步兵班作战也好 没可能每人都拿这枝东西 可能一班或者三四个拿这枝作为远程火力的支援 因为想想它是要600米外打穿body armor 你首先打不打到600米打得准 这个本身就是要受过特别的训练 一般步兵是浪射 就是乱吹的 还有我们说为什么它会少量装备 第一 美国说replay M4 已经说了20多年了 说了很久的确实 20多年前 那时候从XM8开始 40年前已经开始说replay XM8开始 然后搞了X卡出来 HK416 OICW 是啊 OICW 说了很久 结果 哎呀 M4 其实当年 05年那次试试 其实XM8是压倒性赢的 是 不过丑样是吧 XM8 是不是丑样 不是丑样 其实这枝枪我觉得挺酷的 我们叫Tuna Fish Tuna Fish 因为好像Tuna 这枪其实是G36的改版 但是它有一个好就是 它比较reliable 它总共 是啊 因为那时候他们试试的时候 是看你这枝枪的卡弹 停了多少次 这枝枪是120多次 XK16我记得是230多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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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当年美国不用呢 价钱问题 还有 它还惯了M4 它觉得用这个的话 要重新训练 你所有的 最大机会就是这个 你的Line Bank 你的Mac Release 那些都很不同 那 我觉得都有政治原因的 因为当年M4的版权 还在这个 mama 对 那你一个公司的国会 公司的手上 大佬你知道啦 就是国会猿老远 最喜欢有一些 有些睡客 loving 帐口聊聊天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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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руд 不要给德国佬 给我们 继续 以后大家一起有得吃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有很大原因是政治原因的 但我必须说这架Tuna Fish的有点丑样 我情愿它要是拿G36 要是拿416 你拿原装都比这些东西 我接受不了它的外形 ok的 我射过的 这架枪真的很棒的 非常好的枪 但是你看看 后来Marine 都要死死地气 都要换M27 实在都受不了M4 因为Marine 很关键 它会有水的 到处都是水 你拿M4 万一不小心入了水 会炸糖的 会整支爆开 不是开玩笑 Navy seal 就更加不用说 那些组就换鬼了 你要Navy seal 潜水 拿M4 就是拿命来教飞 那些人说 XK416 只有一些手锅 就是ARM4 所以才能做到糖炸的效果 但无论如何都好 XM8 输了它的技术问题 它的成本问题 因为美国太多负存 第二件事真的好像三明所说 你想想 当年Code 在美国有不少生产线 不少的员工是聘用了 那你没有Code 那你给了XK做 其实当年XM8 在美国聘用的人数 整个生产线都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可以叫做 有原因地理解到 發生什么事 是 还有说真的 大家打反空战争 其实他们自己 每年都 每次一说 这些暴槍 手槍武器 如果他们说 不会换 或者不会卖 从来都是一个理由 就是说 根本身 不见有Effectiveness 就是这么大 那你整件事就换了 那你整班人都注定黑迷 是的 其实这些很多时候 都是政治原因 那今次这个交易 都很大 很大单 他只是要 拿这个Prototype 去测试 Develop 就已经问完老院 拿了一亿多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个million 即是一亿一千万左右 只是Develop prototype 那你想想 之后如果要换 你很难说 他要换多少支 那 即是枪这方面 我觉得6R这支 没什么好说的 即是6R出品 大家都知道 那他的手枪P320 我们之前也说过 美军已经选了 做这个Side Arm 那如果选了这支之后 我觉得6R就变了 枪械方面的Loki Martin 差不多变了 他玩完了 独家供应所有东西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可能 好像Code 当年那样 即是Code 还比Code 你想想他 他用完 那你想想 他还有这支 这支 我觉得这支 这支 而且他今次的 contract 应该不会分开 Rifle和 automatic Rifle 来到 分开给两间公司 应该是一间 一间吃光 一间吃光 那6R就变了 美军枪械的全支供应商 哇 又行 哇 肥 哇 真的肥到难以想象 这份contract 你想想Code 吃M4的订单 吃了多少年 真是 之前Code的M4有名 生产生产 照吃 不要紧 大家记得 要清枪 上游 闪亮亮 枪就没事了 如果你不上游 那就麻烦了 所以 今次的Rifle 其实说真的 没什么新的科技 即Suppressor 即你的唐压 但其实操作 都是万年AR 没什么好说的 哦 对 有一件事可以说 就是这个 后助力 等我一会 大家可以先看看 后助力的视频 这是Bullpub的后助力 都可以的 其实 没想象中那么差 但也很明显 你和5.6的就没得比了 好 这里可以看到很明显 它5.6和6.8的对比 你看5.6好像没什么移动 你看6.8那些 便宜便宜的声音 向后飞 那马兄怎么看 嗯 我觉得你后助力有点大 因为 你想想 它威力比7.62 没理由 没有后助力 所以你说 拿这些东西 冲进去CQB 也好 大规模作战 你第一枪可能准 之后那些 你有排秒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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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R 想问了马兄 是 因为你说这把车 是DMR 的 purpose 那问题是DMR 你们 prefer重 还是轻一点 因为 好像英军和法军为例 英军当年 其实它买L129之前 其实它都有比较过Sky 那为什么Sky 那为什么Sky 没赢得呢 因为它说 Sky 如果打了第二枪 之后 如果要補 第二枪 的时候 整个枪 都比较大 所以就不要 寧願一些 比较重的L129 那我就想起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按道理这枝 应该都不会轻到哪里 但我也都不太清楚 或者你在 Mark 会在美军的时候 那种教法是怎么样 prefer重一点 还是轻一点 DMR方面 其实我觉得 prefer 轻一点好一点 Poco现在DMR 很重的 以前我什么 M110Poco 我当然很重 比MK18更重 那没办法 那你受过特殊训练 对吗 特殊训练第一件事 就是托砖 半砖 体能第一 体能第一 所以每天分研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 以现在的技术 你可以把一枝很轻的枪 变成DMR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 是 是没有问题的 是真的 因为现在 主要复合材用的多 你以前DMR GZ 有鋼 有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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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金属 重到飞气 还有 DMR的问题 主要是DMR本身 枪管一定是长枪管 要不然你拿不到的正确性 所以只是枪管 只能重成一堆 对 枪管是很重要的 对DMR来说 哇 这枝机枪很帅 是啊 其实我很喜欢这枝机枪的 我觉得这枝机枪才是 今次的明星产品 明星产品 是的 他的机枪 待会我们也会讲一下 最后讲一下 就是这枝Rifle 我们之前都和 马庆一路讨论过 就是他今次的idea 就从以前的所谓 怎么说 以前5-6 基本上是一个submachine gun的延伸 其实他是由近战的idea 延长射程 他的basic idea 都是近战的火力 覆盖 火力压制 但是现在打完阿富汗 又说现在要搞大国争霸 之后呢 就不是了 他似乎整个idea 好像马庆说的 去DMR 就转回以前所谓的 battle rifle idea battle rifle 大家知道就是二战的时候 大家最喜欢的这个98k 就是battle rifle 大威力弹弱 基本上是 好像DMR那样 要求 两三枪 你应该可以 准确射中一个人 在远距离射中 才是他的重点 就不是近距离的 这个火力的覆盖压制 所以 这个也是美军作战的 其中一个大的转变 但是你要个个兵制都搞这些事情 就好像有些强人所难 说实话 你要所有兵制变这个battle rifle 都挺拿命的 就是回到以前 大概六七十年代 每个人都拿着M14 M14 M36 M36 因为他觉得 5、5、6 那个杀伤力 就是 没什么用 阿富汗 的确不够 然后他就觉得 哎 不够 第一 还有比较怎么说 很容易偏 被风吹一吹就偏了 是 跟着我们说一下 这枝好吗 好过人 好爽 这枝好夸张 这枝的重量只有12磅 这枝6.8mm的这枝机枪 很轻 很轻 是啊很轻的 很轻 比较M249好 好很多 比较M249好多 真的 不是小小 它的原生 其实是 它那枝 MG338 那枝更夸张 因为它用338 Normal Magnum 但是那枝 都比M240好多 而且它的威力 差不多可以覆盖到 M2 Browning的 那个位置 就是它可以打到 1500米 是不是很过人 看到是不是很感动 你拿一枝比M240的机枪 可以打到M2的射程 是不是很爽 他当年研究 出这些枪 打护寒 就没那么辛苦 那这些都是 说完难听话 就是人命堆出来的 你打不到人家 人家就打到你 那结果怎么办呢 结果只会回来 死死地气 就是重新问元老会 拿钱 我们要发展这个新的枪械 你快点给钱 所以 哇 它买成一亿 哇 它的Prototype developed 就是一亿 是Prototype 哇 这次很有决心 是啊 很有决心 它真的要改的 而且你看它 就算是机枪那方面 它也是搞到 就是说到万年AR 什么都拿AR的部件 美国不会不用AR 我和你说 一定要用AK系列 就是挂了 我老也是 你比起selector 也好 它都不懂得用的 它一定要用 original AK的 是 那今次 机枪有个特点 它MR338 和MR68 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拉个Spoon 拉上去就可以搞定 就不用以前 大家看到 那些机枪手 整个缝 开上盖 跟着才吸下去 哇 我觉得这枝MR338 真是好帅 我也很想有枝 这个威力实在是大到惊人 是 因为以前 发起盖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说 MG的Optics 和普通ViveOptics 有差异呢 因为 MG的Optics 安装在上弹盖上 那变相 你每次 如果枪持久一点 或者已经消耗了一定寿命的话 那变相 你归零不了 所以你看到 今次 它这个 换弹 Cover 其实 特意设计 小了 那变相 走走回来 Optics 起码有固定的 比较stable 機窗那边 用多些 好 那Mark Hing 和Oscar 我们其实讲 我一直讲 NGSW 这个计划 我整天都觉得 它的明星产品 其实是它的机枪 又轻 又易用 弹肉威力又比钱大 那对于整个 它步兵班的作战 其实火力覆盖 火力的范围 其实有很大改进 而且懂的东西是有诚意的 大家上网去YouTube 看看它懂的东西介绍 你又看到它整个 Feed Tray 整个Modular 设计 其实 是量身订造的 所以这些东西是有诚意的 拗军费 这些东西就抵较 不过 不过 我们接着讲 其实我觉得整个计划 最花钱的东西 不是Rifle 和机枪 也不是弹药 反而是它这次下定决心要做的 就是 它们要将scope 变成所谓的 这个fire control system 就是这些了 现在中了标 就是给Vortex那边 它最新的写号就是XM157 Mark Hing 有没有内幕权 关于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很新铺 暂时我还没有内幕权 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很厉害 是 大家看到它这些东西 像不像 很大一块 下面就是一个 一至八倍的 基本上是一个 低能力的 optic 现在很多的 Marina 那边都在用的 但是它很厉害 这次大家看到上面一块 就是它加了一个 Laser Range Finder 还有自己里面 有这个 弹度电脑 自动帮你计算 那么 它计算成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 瞄准镜里面 比如说类似 这种简单瞄准镜 有个十字 就是正中 那么 这次它变成什么呢 就是它自己会有 Laser Range Finder 帮你找目标的距离 找完之后 自动计算 就会给一个红点告诉你 拿比划 我现在400米的目标 你这个红点 就会是你新的弹着点 那么你将这个红点 放到目标 就可以打得了 百发百中 哇 傻瓜识用啊 这个东西 绝对是 火力覆盖的一个突破 Mark兄是不是很羡慕 你以前没有这些东西 要自己想的 要自己计算 覆盖的街 当年如果有一个东西 我们 如果大家有玩过 远距离射击 就应该知道 其实现在所有东西 以前是要自己计算的 现在基本上 全部都是有弹道电脑的 手机也有 它自己的 比如说你Range Finder 好像6R 自己本身也有系统 叫Ballistic Exchange 它自己Range Finder 上面有个弹道电脑 帮你计算好 直接可以把东西 配置到你的scope 这个scope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 就给你一个红点 这个就是你新的 瞄准点 就拿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变成了 以后的射手 你看到对面之后 你不用计算了 它自动的系统 就给你一个点 哇 真是有点过分 真是挺难事 大家看电影 看电影不是经常笑的 譬如我们玩 知道窗械怎么运作 不是经常笑 电影制作 为什么它无论放多远 目标多远 多远 多近多高都好 它们经常做电视的目标 那些人的目标 永远是对着目标 是不会有 compancy overlap 这些东西 现在的情况 就是完全是这样 你怎样摆一只东西 基本上它 可能我在三楼五楼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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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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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着镜子也挺重的 是的 基本上你的枪偷的重量 镜子已经回来了 差不多是 基本上是的 但问题是 人家都说这几年的步枪最大发展 其实不是很厉害 是镜子 你的瞄准镜越来越好 你的radical越来越厉害 现在美国 army就直接跳过radical 我才知道你什么radical也好 就是好像这些算到天上繁星 你的射手或者你的spotter要跪来算去 现在直接给你一个最厉害的spotter 就是你的镜子上有所有要计算的 风速、风向、湿度、空气、高度、仰虎角 最重要就是Laser Rangefinder 就是你的目标有多远 所有东西全部都计算给你 接着呢 最后给你的结果就是瞄着这里打 傻子都打到了 说实话就是个个都变成DMR了 Destinated Marksman Shooter 最爽口和他最开心的就是你派镜的时候 你现在的窗譬如Apro为例 对配镜是跟着你M14A3 或者M4A1的长度 或者配M855A1配弹药去做BDC 就是drop compensator 但是你想想如果官方转弹药 你的那批镜你怎样搞也好呢 要是要评论过那批镜 学会怎么用那批新弹药 镜的配搭 要不就买过新镜 那你想想如果配这种 基本上你可能就更新那些 弹道资料 那整支镜又可以配合你 56、762、6.8、6.5 全部都给你玩了 是的 那这支镜的好处就是 大家如果有真的玩Ultek那些 或者其他镜 其实它这些 其他drop compensator的位置 它都会告诉你 比说56是大概多少远 762是大概多少远 因为这些radical 它基本上是整个镜里面的整合系统 你是换不到的 你要换就是整支镜拿回厂 很麻烦的 基本上你买过新的更快 但是有了这个computer之后 到时更新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镜究竟准备买多少呢 其实这笔数很夸张 我看看这个的话 他们原先想着 今年就买3000 即是接近4000个unit 大概是35 million 意思是怎样呢 就是一副镜大概是9000元左右 其实都挺贵的 真是贵的那支步枪很多 很贵 但是你想想 Marking这个才是关键的 他最后想着买12万个unit 大概去到1.2个b左右 那就是基本上全军派发的 差不多是 其实美国陆军没12万人 我想说没那么多 哇 批不批的 每次都这样 批不批的 看你去元老会的牙力 元老会 ARMY来说其实他没什么花钱订 他是人工 你又不用买F35 你又不用买潜艇 你又不用买加油机 什么都不用 他以后最大花费就是换他的直升机 神与神 还有他现在搞了一个叫做高超音速武器 那个肯定很贵 还有另外一个是 ARMY的MODERN WARRIOR 他的下一代的BATTLE NETWORK 就是 战斗的这个 基本上是网络系统 那样东西也很贵 所以这一笔是大支出来的 还有他以后整合就会变成这样了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这个就是Microsoft中的Bill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AR的镜子 基本上里面有齐夜视 红外 还有很多影像可以叠加在那个 护目镜那里 那变成你的Squad Leader 以后基本上 加上这个 就是瞄准镜 XM 157 他就可以看到 其他的Rifle 的Rifleman那里 他现在看到什么 其实应该是可以连上这个网络的 还有WiFi 真的挺好用的 哇 如果他成功就好用 他不成功就达尾了 他如果被人电池战搞一搞 他就全部都炒了 炒了 但是 一个DMP玩完了 你的WiFi 你想一下 你的WiFi的Port 有多大部 才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真的 所以以后士兵握的东西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你想一下 你那个Squad Leader 你又要握住 整堆的那些通讯器材 以后就要握多一个WiFi的东西 接着他看的东西 可以看完整个班 基本上所有步窗 瞄准镜看到的东西 他都看得到 他真的很忙 说实话 他有很多东西要处理 其实很可憐 很可憐 很可憐 真还是假的 那真是很可憐 不过以后的趋势也是这样的了 我其实更加担心 因为这个是Microsoft的产品 就是行行行会 会轻机啊 自动update啊 蓝屏啊 就是这些标准的这些东西 Microsoft最喜欢的 Microsoft这些 一定不太好 无端端搞什么军工啊 真是 好 总之这个我们觉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明星产品 绝对值得期待 以后的Rifal 他整合度会变成什么呢 就要等他整套系统 中了选之后 再出来 我们再和大家跟进 我们继续等 等我一会 我们暂时 今天先讲到这里 刚才也讲了很多 整个计划 其实包括很多部分的 新的口径 两支新枪 要求又全新的 还有它的scope 又是全新的 所以是整套系统来看的 那么最后 马兄有没有什么 评价给这支新玩具 这支新玩具 这支新玩具 我觉得是不太好 真的很好 希望今次成功 我唯一期望的就是 扑他去街 你不要再脱拖了 阿顶 40年前 又是这么说 replace 结果没有replace M4 M4 至少用到2040 说实话 一定会有冰仔用的 冰仔 你浪射那些 你用M4 你其他的 那些真的 真是关事的 DMR 或者Squad Leader 可能要拿这支 Squad Leader 我想都不要拿 实际上太多要装Squad Leader DMR 但是应该 我想可能到时一半一半 机枪手就不用想 机枪手一定会换这支 M249去收皮 可以 收皮 收皮是在630 这里收皮 249 要不然有IAR project 真的 是啊 又是Mari 带来手势 Mari和Squad Leader 没有M27 用的了 所以未来 大家不用怕 M4 仍然有 继续会红霸 起码一半的市场 我想到真的要换M4 那时候 应该有激光武器 到时可以招招招 再这样搞下去 就是还M4 我记错了 是Mari 是Mari 是Mari收了249 因为Mari Mari Mari 是十几个人 一班 一个牌 但是 Army 只有七八个人 所以Army 就要249 Mari 就要IAR 整班人跑得快 是啊 其實我觉得挺可憐 如果玩AR 玩到204多年 你想像一下 就是等于 等于 现在 我们看回美国内战 阿爺 争阿爺 那些 就是那些 你想像一下 他当年用AR的话 就是等于 我们204多年 譬如 Mark 或Simon 可能有曾孙的 你跟他说 阿爺就靠这支AR打 跟着他去当兵 And this 又在那支AR 你想想他会怎么想 我没有看法 我没有看法 不是AR 你想像一下 等于 AR恐怖的地方 你 他当兵 是看着 Winchester 45never 这样的热物体 在跟你打 大家要知道AR的恐怖地方 是他的配件 比如说 我觉得最无聊 一定要Modular 的配件就是什么呢 第一 你的Grip 就是你的Pistol Grip 第二 就是你的Stock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Stock 可以有这么大的市场 出到万九几个Stock 被人用 一样而已 那你有这两个东西呢 这两个东西才是AR的精神 很酷 没错 这些配件 已经配到后来 没有玩 你已经搞到 还有 还有一个你忘记得说的 是 前面的Grip 什么Grip 什么Grip 就是 装前面的Grip 是 是 那个Grip 也是 出很多款 一大堆 是啊 那大家知道 现在AR配件 即使在LOWER里面 Fire Selector 有一堆 Trigger 有一堆 所有东西都可以换来换去 玩的 所以这个才是AR的真正精神 是啊 但是 每年都出新RAIL M4 我不明白要那么多RAIL做什么 你拿10年前的RAIL 只要你是 应该这么说 你拿回旧RAIL 只要你是M-Lock 照用 大哥 一样而已 不过 我觉得今次最开心的就是终于不用有一个Buffer 在Stock里面 撞起来 接着 这个又会 又会变成MagPool 哎 因为我们重新出新的Stock 更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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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稳定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没有了Buffer 2.1 是不是换过呢 这个又是换东西的好借口 这个其实也等于 军下迷的买包包的idea 无端端每年都要买一堆的 真的 我是真的不明白 但是 这支都是 未来 未来趋势呢 我看得出来 将来它都是 换回做 MCX的美托 接着跟它说 用193RAIL 保住它 然后说以前的AR 太过肥 AR的Buffer 因为它要走回Buffer Tube 所以太肥 不够Slim 所以就喜欢用这些款 夠Slim 那面可以贴着那支窗 接着很快又会出这个 伏古装 又要出这个伏黑 又出回以前肥肥的 又可以赚多一笔钱 生意是这样做的 大家看到了 上面这个好低一点 这个好低一点 这个好低一点 这个漂亮一点 这个漂亮一点都挺好的 那大家要知道 很多Buffer Store里面 都可以装电池 装些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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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支NGSW的暴昌 我们就快快快快等他什么时候出这个决定 应该差不多了 可能是这几个月 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出现 一会儿他还没宣布 不过宣布都没所谓 都肯定是食鲨 现在就看他的单子究竟有多大 那无论如何 食鲨都是肥到不得了 真的这些单子吃下去 那很快呢 就是刚才说AR配件 接着要换枪了 接着MCX就起来换了 那所以 都是枪械界一大发展 那欧洲那边就很可能有去看着换 那L815就终于砍入垃圾桶 都有可能的 那作为枪迷 对啊 这个都是一大城市 终于有新枪可以出了 不过要等到就是 挖时代的新东西 我想都有很久 因为始终 美国现在呢 军方想拿钱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我们再等他到时的消息 好吗 那两位嘉宾还有什么补充 我啊 我啊 我听过去成功 不要炒粉了 不要炒到像难尾楼那样 没错 怎样啊 Oscar 对咯 其实我觉得 呃 呃 怎样说呢 你什么时候买啊 其实最重要是 Simon什么时候买啊 其实你都说了这么想要 什么时候买啊 没钱啊 哈哈 没钱啊 放弃 不放弃 最大的问题是 他如果出一款MCX 用5-5-6 跟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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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 旁边拉 那个 我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不要那么贵咯 你看MCX那些两千多元怎么买啊 大佬 什么两千多元 MCX三千多元 哈 那你先碰碰碰 三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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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收屁了 用回我这烂鬼 用回我这烂鬼的东西算 哈哈 我这烂鬼的东西 我这烂鬼的东西 我这烂鬼都是Piston的 都是Piston Upper的 加上都是1600左右 OK 还有GuySky Trigger T91 买枝台湾T91又便宜又好用 有HK的效果 那也是 是不是 那也是 那也是 T91是下一个候选 我当时我不知道 所以我当时买Adams Arms 贵死不贵 虽然都已经是Sale 不过 我这枪有GuySky Trigger 这个最重要 没错 我想问一下 Mark之前说 他说美国军方是打算用Sake 516 但是现在有MCX有盛 那其实Sake 516是否还有云行呢 Sake 516其实是Army那里有用的 因为那时候美国有很多M4已经到期了 所以就要找到第二代 他就买了一批516去用 他觉得516的系统很好 然后再改M4变成Piston 但后来他们发现 其实你说Piston没有用的问题就是 你5、6个POWER有限 知道吗 很久了 去complain 阿富汗 所以他们才发展6.8而已 其实说实话 不会再打阿富汗 应该不会再打 不会再打阿富汗 对 应该不会再打阿富汗 阿富汗也是 美国现在 不会打仗 暂时也 打俄罗斯 在乌兰打 对 打俄罗斯 打俄罗斯 英国去打 英国法国去打好 好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非常多谢大家参与 大家有什么意见讨论 都欢迎留言 我们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这一集也是看到有观众留言 想起也要做一下 今天非常多谢Mark Hing 和Oscar Hing 我们都聊了很久 有机会的 我们到时等会 contract 出了 再回到这个 topic 那边好吗 那节目到这里 好 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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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